大家好,我是Eddie Wong,王偉雄, 我是中原亞太區主席兼行政總裁, 亦都是香港北區扶輪社的前社長, 今天我很高興訪問一下我過去三十多年在中原地產的工作生活, 在工作以外,我也做了很多關於地區的事務和公職, 也參與了很多年輕人的培訓, 大家藉著我的分享,也可以了解到今天做地產代理是需要什麼條件, 以及我對於年輕人的抱負和現時年輕人的看法。 大家好,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中原地產亞太區主席兼行政總裁, 王偉雄先生Eddie,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你同時都是北區扶輪社的前社長。 好,先跟大家說Hello,大家好。 你有多重身份, 你從事地產事業, 又參與一些公益的事務, 你怎樣分配時間, 同時可能確保你工作的質素呢? 這個當然要有旁邊的幫手, 秘書和同事的配合, 先講一下工作, 雖然我不用自己走出去賣樓, 但是我大部分時間做管理都接觸自己的同事, 管理層, 還有一些決策性的會議, 事實上有時可能一個月會有很多天都是開這些重要的會議, 做一些決策, 然後將決策再在一些營業, 或者在一些業務性的會議下放下去, 我也是除了中原地產, 剛才你介紹一下, 我是一個總負責人在亞太區, 我是中原其中一間公司, 中原數據科技有限公司的主席, 所以這間公司獨立了, 以前可能是我們的電腦部, 可能是我們的IT部門, 但現在這間公司很可能就是, 定期裏面我們有一些會議, 或者裏面研究的項目, 很可能我們國內有些同事都會來參與開會, 研發一些軟件, 或者是對於未來, 我們怎樣透過資訊科技裏面, 做多一些服務平台, 剛才聽你說的, 即地產行業已經不再限於地產代理, 都可能會有一些客戶服務, 或者有一些科技發展, 你覺得這行的入行門檻高不高呢? 或者應該要考取一些什麼資格, 或者應該有些什麼學歷會比較適合呢? 入行的門檻是一個標準的, 但其實相對來說, 很多年輕人都可以考慮, 在這行裏面的職業規定, 就是中五畢業, 或者相等於中五畢業的學歷的證明, 這樣就可以入行, 其實我們不是單止賣樓, 很多年前我們就, 在十松這年前, 我們應該已經透過互聯網的平台, 我們有一些服務的平台, 就是中原地圖, 中原數據, 中原城市指數, 中原地產和城市大學一起開發, 這些你看到, 這個不是收費平台來的, 這個是免費的, 因為我們很多年前, 我們看到我們做大量的成交, 做了這麼多客戶的買賣行為, 我們就將它, 透過我剛才所講的地圖的界面, 放上去, 再加上政府的數據, 再加上人口統計的數據, 得出了一個很, 在和人口物業的放售, 物業的成交, 全部我們做一個分析, 而透過地圖的界面去展示, 有很多要買樓的人做空貨, 要看看自己去看那層樓的價值, 或者是附近那個樓的成交價, 還有就是有些學術的團體, 也有很多大學生做project, 寫paper的時候做個參考, 可能地產代理會接觸很多數據, 或者要和客戶互動, 就你而言, 你覺得一個成功的地產代理, 或者你去拼起一些新員工的時候, 除了可能硬件上, 他懂得處理這些資訊之外, 他有些什麼軟件上, 譬如他個人性格, 或者有些什麼特質, 你會特別著重呢? 我覺得就是, 如果有興趣加入, 或者做這個行業, 做地產代理從業員的話, 第一件事, 他要喜歡和人接觸,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要去磨練一種心態, 這個不是去和每一個人接觸, 等於他是你一個客戶, 最終是賺他們的佣金, 而應該說, 他們有個需要, 他們想找一個合適他們的居所, 租好賣好, 你怎樣能夠令到他開心, 做好這件事, 他將來就成為了你的朋友, 即是說, 你要建立在你的人際網絡裡面, 很可能最初, 你要透過公司這個平台, 去接觸很多客戶, 業主, 但最終你要想, 他怎樣可以成為你的朋友, 你不是做他們的地產代理, 你是要他做地產顧問, 他一想起要找房子的時候, 他就要找你, 拿意見, 他就當你是朋友了, 如果不能夠做到一件事, 中原就不可以押納到現在, 踏入四十個年頭, 即是說, 裏面要多些同事, 多些人要這樣的方向, 別人才會再去光顧你, 你試想想, 過去四十年, 總共有一百萬宗的成交去處理過, 這些都是很寶貴的, 如果每一個客戶對你都很有印象, 他和你翻單, 你不用做這麼多廣告, 你再做廣告的時候, 只不過是推出一些新的服務, 即是說, 這個品牌的建立, 是由你年年月月的去積累回來, 公司的負責人知道這個重要, 都不是最重要, 是要和員工一起知道這個重要, 去建立一個好的人際網絡, 原來從事地產行業都有這麼多學問, 但我估計很多聽眾, 或者觀眾都很想知道, 你剛才說可能只是香港區, 但是你要管理亞太區這麼大的市場, 你有沒有一些個人的事業發展路程, 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或者有沒有一些困難, 或者一些難忘的事情, 因為我們都有一些持續進修的課程, 有些是屬於地產代理監管局, 是官方舉辦, 有些也是中原舉辦, 所以做地產代理, 不只是會說話, 或者只是說話, 裏面都有一些很專業的知識, 是要學習了, 然後才可以踏上地產代理的台階, 一步一步去升級上去, 比如說他要對於買賣樓做按揭, 要找銀行, 財務的知識呢? 好了, 做完找銀行的, 他要去律師樓做教修, 對於一些法律上的知識, 物業在土地和物業的用途, 他是知識, 全部這些都有課程的, 他加入了銀行裡面, 對你這個範疇, 他要學習的, 所以入行, 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他在這方面, 如果定了目標, 我會給建議年青人, 首先, 看看自己是否適合做一行, 用一年的時間, 然後一年之後, 檢討一下自己的成績, 以及認識多少人, 以及自己還有沒有興趣, 繼續做這一行, 我最早的時候, 我都是定了兩年, 看看自己怎樣, 未必去到兩年之後, 大約一年左右, 我就已經覺得, 我應該要放很多時間, 以及要很長的時間, 所以我最初入行, 頭五年, 我都沒有怎樣放假, 大部分星期六日, 去看樓, 全香港九龍新界, 可以去到的地方, 當時也不是每一點都可以開車, 約到業主的, 就去看看, 業主的房子是怎樣, 他都開心, 你沒有客人來, 就幫我看看, 我的房子是怎樣, 然後有利於你去推銷, 頭五年, 我花了很多時間, 之後差不多, 我入到公司, 去到十年之後, 我才開始抽時間, 多了一些地區的事務, 我成立了公司一些, 比如說一些精英會, 義工隊, 更加, 後期, 我成立了中原慈善基金, 這個也是我是Chairman, 我會認為, 如果一個好的管理裡面, 是一些人治的方法, 用人, 用德, 用品行, 一路去發揚光大, 和影響其他人, 我覺得都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自己就有一個叫做人道人緣的道理, 就是你用一些比較人善德, 這些真善美的, 去對待旁邊的業務, 對待做一些社會的服務, 你結的緣, 回來, 也可以幫助到你自己再認識另外一班朋友, 甚至乎對業務上的幫助都非常之好。 剛才也聽到你說, 可能自己秉持著人的精神, 去管理自己的業務, 也看到你對香港的地產業, 也很有希望, 也給了不少中國現在的年輕人, 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剛才也說到, 中原地產邁向40年, 除了可能你們的地產代理事業之外, 你在公益慈善方面, 兩邊有沒有一些未來的發展大計呢? 特別可能中原地產是這個行業的龍頭, 會不會已經到達一些樽頸, 會不會很難再邁步向前呢? 其實這個對於我看中原地產的持續發展, 和生命力都很重要, 新陳代謝, 資深的人一定有用的, 但是在活力裏面, 一定是要有一些新的幹勁的人加入, 其實中原不是去到40年才想一件事, 在十年八年前, 我們都已經開始是年輕化, 管理年輕化, 就看見我們發展IT的部分, 都已經知道, 我們一定有些有比較年輕一些的, 是現時, 就是了解了社會, 或者年輕人的需要, 然後我們才可以做到這麼多的服務的平台, 所以我自己會, 已經開始了做, 還有未來的時間, 我都覺得青年的培訓, 包括了公司延續業務, 或者加強他的接班, 生命力延續下去, 又或者我私人在業務以外, 所做的公益事業, 都是集中做青年事務的, 今天多謝P.P.Eddie的分享, 希望大家看這條片之後, 會對地產市, 或者慈善工作更加深的了解, 拜拜 最多的, 每天都沒有 fast, 為來的好朋友相關 多謝P youヾ, 一定要保陲好的投票 suis到歸iker, 很快餘啊! 大家都應該和你跟幾句 Agency玩,